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试过握着你手 但偏偏 欲渐渐 打赏我 看你不见 呃 那还是不要好了 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假设同学 你的音准节奏都对 但是你的音色就稍微比较单一一点点 其实这样唱下来呢 也会比你刚才最开始那个版本要好听很多 就像这样子 划风这天 我试过握着你手 但偏偏 欲渐渐 打赏我 看你不见 还要多久 我才能在你身边 等到放晴的那天 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 哦 对哦 看来目前我真的是最需要把音准节奏弄明白 老师你好 那我最近听到一首歌叫做爱错 我觉得二歌唱的真的超好听的 但是呢 我有个想法 我想要在副歌的部分呢 我用那种很man 很扎实 然后非常的 嗯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你可以教我吗 当然可以啦 可以先听听你唱怎么样呢 我从来没想过 我会这样做 从来没爱过 所以爱错 我从哪里起飞 从哪里坠落 多少不能原谅的错 却不能重 来过 哎 同学你的问题好像跟上一个同学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先练习一下音准吗 那不是不是不是老师 其实我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我是可以唱上去的 可是我用不熟悉的音色的话我唱不上去 那我自己唱起来其实也是可以唱到的 我从来没想过 我从来没想过 我会这样做 从来没爱过 所以爱错 所以爱错 我从哪里起飞 从哪里降落 多少不能原谅的错 多少不能原谅的错 这两个之间的勾锁呢 我们就必须将它们的责任归属呢 进行分离 那众所周知呢 我们的音高制造 主要看的就是你的空气游素 和你的环甲机拉长变薄声带 来进行匹配 进行控制的嘛 那就像这样子 那完成了这部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音高制造呢 会结束在我们的喉部 那接下来呢 就是负责我们音色制造的主要器官啦 也是我们的口腔空间 口腔空间呢 包括我们的唇啊齿啊蛇 以及我们的口咽腔里面的肌肉 等等等等 它们的不同的摆放呢 能够让我们的口腔空间 进行大小的变化 那如果说我们刻意的 要让我们口腔空间变大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宽宽的音色 如果说让我们的口腔空间变小呢 我们就会获得一个窄窄的音色 演示起来就像是这样 那音色当然就不止宽窄 还有什么厚薄 那决定我们的音色厚薄的关键呢 就是我们的假勺机参与程度的多少 如果说我们想要获得一个厚厚的音色 可以怎么办 我们可以尝试多让假勺机参与在你的发声当中 就像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经过我们的分析呢 我们可以得知刚才那位同学 他想要获得的音色 或者说他想要在高音展现的那个音色 应该是想要厚音色加上宽音色的组合 那这个问题的最优解呢 我觉得是先要把音高制造的基础先巩固好 完成了之后 然后呢再把音色制造的行为一步一步的叠加上去 先用空气和缓甲机主导制造音高的行为呢 有效率的先把乐句的音高先达到 那我们唱起来就会像是这样子 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再把口腔放大 那唱起来就会像是这个样子 我从来没想过 我从来没想过 我会这样做 从来没爱过 所以爱错 最后呢我们来叠加 假勺机发力加进去 那么唱起来就会像是这样子 我从来没想过 我会这样做 从来没爱过 所以爱错 这样是不是就解决了同学你的疑问了呢 啊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我想要的音色 没错 但是呢我们所有的音色都要先建立在 先把音高制造的底层逻辑弄透彻 我们才有办法在各种音高上面都怎么样 变着花样去玩你想要的音色哦 老师老师那我就喜欢某某歌手的音色 比如说苏建信啊五月天啊还有周董的音色 我都非常喜欢你可以教我吗 没问题 先听听同学你是怎么唱的呢 再给我两分钟 让我把记忆结成病 别融化了眼泪 你装都换了 让我怎么记得 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你说你会哭 不是因为在乎 听起来很吃力耶同学 那么其实听到这边呢我想说的是 很多的歌手哦 因为他独具一格的音色呢 成了华语乐堂不可替代的存在 我们就拿周董来举例好了 周董的音色呢 他有一直使用大量的假勺机参与发声 并且呢配合上他强大的呼气力道 所以说能够让他在中高音区的时候呢 展现他的声音厚度 所以呢很多学习周董歌曲的同学呢 为了达到类似于周董的音色 也会尝试大量的使用假勺机 但是呢自己却不知道哈 所以说经常容易过量 那过量到什么程度呢 甚至都死整个喉咙 那这样唱起来当然结果就是 脸红脖子粗 然后一整首唱起来那完蛋了 那一整天都不需要唱歌了 为什么 因为一定够沙哑 对不对 那么为了从健康发声的角度去考虑 我会建议这位同学呢 就像上一位同学那样 先把音高制造先弄好 用你的空气 匹配你的缓甲鸡拉伸 那么唱起来就会像是这样子 再给我两分钟 让我把记忆结成冰 别融化了眼泪 你装都坏了 让我怎么记得 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你说你会哭 不是因为在乎 然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调整我们的阻抗 让我们的假勺鸡呢 能够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发声当中来 但是重点来咯 我们呢要让我们的空气和我们的假勺鸡之间的一阻一看的关系呢 变得足够的平衡 那空气呢就是 这样 假勺鸡呢就是 然后呢它们平衡就会变成是 然后呢为了让我们的阻抗更灵活 我们可以尝试呢 在阻抗平衡的过程当中 自由的去增减它那个阻抗的力度 那可以做一个类似于波浪的运动 那就像是这样 那做到这样都没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用一个呃字 把刚才体验到的那个假勺 噢很多 然后很平衡的这个体感呢 带到音阶里面试试看 那么就会长这样子 如果说像这样也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带进歌曲来唱唱看 那么它就会像是这样子 再给我两分钟 让我把记忆结成冰 别人换了眼泪 你装都换了 要我怎么记得 记得你就我忘了吧 记得你就我忘了吧 你说你会哭 不是因为在乎 那这样唱完是不是跟周董就有些类似了呢 对哦好像这样不会显得很吃力的感觉 而且听起来不会让人担心 没错 所以说出于对健康的角度考虑的话呢 我通常不建议歌唱小白的同学 一上来呢 就想要学某某歌手的音色 特别是周董啊 五月天啊 然后苏建信这种歌手 因为呢他们的发声动作呢都很激烈 如果说一旦模仿错误的话呢 那么对于嗓子损伤是很大的 如果说能够先弄清楚科学效率的发声方式 以及练习方法的话呢 再操作出类似这样的音色的话呢 才能够事棒功倍哦 原来如此 我懂了老师 OK 那看完以上三目问答呢 我再来帮大家总结一下 那歌唱小白唱歌不应该先学音色的三大原因 那第一点呢 作为歌唱小白的同学 通常你们的演唱呢 其实都会有一些音准或者说节奏上面的问题 而我们通过刚才的示范已经得到了结论 如果说你的音准和节奏都不准 哪怕你的音色选择再多 其实你唱出来的歌曲也不容易达到悦耳的程度哦 那么第二作为歌唱小白的同学呢 常常会喜欢在高音呢 我们做一些不同的音色对不对 OK值得鼓励 但是呢 往往会出现某个音色就突然唱不上去了的问题 那通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都是因为你的音高制造和你的音色制造 他们的责任归属 你还没有搞清楚 只有呢 把我们的音高和音色的勾索解开呢 我们才有办法循序渐进的 慢慢的在任何的音高上面都唱出我们想要的音色哦 那第三点 作为歌唱小白同学 如果说你在模仿自己喜欢的歌手的音色的时候 常常很辛苦 那原因呢 是因为一些歌手他的发声动作是非常激烈的 属于你一不清楚这个发声的底层逻辑 你去贸然尝试 这会很容易变成高风险的发声动作 那你一旦失误 会对我们的嗓音呢 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所以说出于为了我们嗓音健康的考虑 还是我们先学好发声逻辑吧 那已经听到这边的话呢 不知道屏幕前的歌唱小白同学 会不会因为这支影片的内容而改变你学习唱歌的想法呢 好 那今天的影片内容呢 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说同学们 你们喜欢这样类型的影片的话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帮我留言哦 我都会看 VB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我是李坤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